大家好 我是簡易小廚神章娜 秋天最適合吃栗子 今天就和大家做一個很簡單的街頭小食 糖炒栗子 原來用電飯煲就已經做到 我們立即開始 如果各位新手覺得在栗子上加一刀很難的話 就可以去街市買一些已經處理好的栗子 這樣做起來就會更方便和簡單 熱辣辣的糖炒栗子完成了 讓我立即試一下味道 栗子做到軟軟而且不會乾身 味道怕得住街頭的炒栗子 這麼簡單就做到 大家都快點在家裡試一下吧 Youtube